我回京时 树妹已经成为了她最爱的女人 地后大婚 我攻略失败 她抱着我冰凉的身体 失魂落魄 明明只差一点点 朕就认出你了 你不准死 很遗憾 我死在了她爱上我之前 心地下旨把我从北京军营里接回来的时候 我的树妹宋和欢 已经成了她最爱的女人 虽然没有名分 虽然我肖家的冤屈还没有洗清 六年前 我爹肖将军被诬告通敌 一夜之间 肖家数十口人全部落狱 而战火连天的北京 也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恢复太平 母亲撑着病体 在抄家前匆匆写下一纸修书 宋氏良妾 不目主母 今日修处 与肖府再无瓜葛 宋姨娘因此逃过一劫 而宋和欢 彼时还叫肖和欢 也因为满十二 摆脱了沦为君记的命运 阿姐 这些年你受苦了 宋和欢已在李承骁怀里 泪眼婆娑 欲发我见有脸 我麻木地摇了摇头 都过去了 宋和欢和李承骁的故事 我只知道个大概 我们深得皇后喜爱 成为公主半读 而当时还是七皇子的李承骁 还在同她的生母在冷宫中 备受欺凌 我和宋和欢偶然认识了 孤僻古怪的七皇子 我是高傲的世家嫡女 对她气弱毕履 宋和欢开朗亲和 给她送过吃食 也给她送过书卷 就连第一次绣的荷包 也挂在了她的腰间 阿欢 你为什么要绣野鸡 笨蛋小妻 那不是野鸡 那是鸳鸳鸳鸳鸳鸳鸳 李承骁默默念叨着 阿欢 你莫不是心悦于我 是啊 宋和欢笑的明媚 眼中笑胜了满天心子 所以你快点走出冷宫 以后娶我 少年爱恨 一声心动 不受待见的皇子 从此玩弄全数 走出了冷宫 走上皇位 从民间 寻回了她的白月光 而宋和欢 心系她远在北京的阿姐 求心得将我接了回来 系统一脸冷漠 哦 bro啊 我 所以这是我的妹夫 你让我怎么对自己妹夫下手 系统 她不是 萧家沉渊未学 宋和欢身份未明 李承骁自然算不得我妹夫 夜里 我睡得极不安稳 习惯了北京冻得像石块的地面 乍然睡在松软的床路上 我竟觉得要陷落 突然 身边沉了下去 一个高大的身影 附在我身上 她的脸 溶进冰冷的夜色中 阴郁诡诀 宋和欢是不可泄完的天上月 我则是任人践踏的脚下沉 她不愿意在婚前碰宋和欢 我就成了她发泄欲望的提升 从前对她的种种凌辱 今日她一并还了回来 北京的军纪 自然人尽可欺 一滴泪从我眼角滑落 我颤抖地伸出手 抱住了她 软声道 是 陛下 我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坏 比起在军营里任人践踏 如今只被一个人玩弄 或许要好很多 更何况 这是满天下最尊贵 最俊朗的人 李承骁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总要我睁个眼睛 她对我从来没有过联系 急切莽撞 百般夺取 唯独看着我眼睛的时候 会有一丝深情 你这双眼睛 像极了阿欢 眸光似水 直望到我心底 我心口一致 目光闪动 她却突然动怒 用手死死捂住我的眼睛 萧如意 别用阿欢的眼神看我 记住你的身份 她从我身上起身 穿上衣服 重重拂袖而去 李承骁走后 太监送来一碗碧子汤 我一饮而尽 一如往常 也是 低贱的军纪 怎配成为皇子生母 怎配成为 她心中的那个人 宋姨娘入宫 说是来看我 人人都知宋和欢 极有可能是未来的皇后 只待萧家沉渊昭雪 一而对宋姨娘毕恭毕敬 她看着我 嘴唇张合 两久不语 只是落泪 阿娘怎么只管哭 阿姐归来是好事啊 宋和欢扶住她 母女情深 大小姐 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你 宋姨娘不停地重复那几个字 始终不敢对上我的眼睛 我知道 她为没有救下我而自责 我听得心生厌烦 姨娘已经尽力了 不必自责 她却哭得更大声 几乎倒在宋和欢身上 宋和欢看我的眼神 也带了几分责备 仿佛在责怪 我不该对她阿娘如此胜疏 可是 叫我如何亲切 毕竟已经六年未见了 更何况 她只是我的姨娘 李晨霄来了 对着宋和欢母女 她毫不拒傲 她扶起正要行礼的宋姨娘 问 姨娘若是想念阿欢 住进宫里也无妨 老身不敢 宋姨娘看了看我 又道 我家大小姐受了许多苦 只求陛下能照服一二 那是自然 宋和欢挽着李晨霄的手 熟络地替她回答 李晨霄揽着宋和欢的肩 满是深情地看着她 他们即将成为一家人 而我 则是插不进去的外人 李晨霄对我的照服 最终还是被宋和欢发现了 她在我的寝宫里大发雷霆 说是寝宫 其实只是长街最偏僻的角落里 一间小屋子 身份体面点的姑姑都看不上 她砸碎了我的茶盏 推倒了我的桌椅 又将我做了一半的绣活 推了我一把 我竟差点跌坐在地 从来柔弱的世家小姐 用上了这么大的力道 想必是恨极了 萧如意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她可是你的妹夫 她仰手 试图给我一个耳光 我在半空中握住她的手腕 浑身颤抖 冷冷地盯着她 你知道的 她不是 我是在北京军营里挣扎着活下来的 不是宋和欢这种 即使家业败落了 也有银扬操持生计 食指不沾扬春水的秃丝话 我稍稍用力 宋和欢就吃不住 她立声 萧如意 你放开我 好痛 放肆 李晨霄突然出现 声音怒急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萧如意 你怎么敢 是 我就是敢 我狠狠放开宋和欢 她顺势倒在李晨霄的怀里 柔弱无依 我见犹怜 我不仅敢对宋和欢不敬 我还敢爬陛下的龙床 怎么了 陛下 明明是你先招惹我的 不是吗 宋和欢听了我的话 红了眼眶 竟然推开李晨霄 滚开 别碰我 我嫌脏 她嫌脏的不是李晨霄 是我 宋和欢推开李晨霄以后 伤心地跑开了 而李晨霄 就这么在后面追着她 腰间的鸳鸯香囊 随着她的动作摇晃 刺痛了我的眼睛 堂堂君王之尊 不顾体面 不顾尊严 对着一个没有身份的民女 低声下气 我捡起被宋和欢剪碎的布片 一片片地放好 拼接 却怎么也还原不成原来的样子 这里明明是莲花 那朵莲花呢 我无意识地喃喃自语 直到天黑 这幅绣品依然破碎不堪 就像是我的人生 我失利地跌坐在地上 将头埋进膝盖 再也忍不住 嚎啕痛哭 像是要把前半生的委屈 全部哭出来一样 我已许久没有这般痛哭了 刚到北京时 我也这般哭过 幽娘 父亲父将的女儿 和我说 别哭 眼泪没有用 存着力气对付那些君汉 他们很会折腾人 幽娘说的对 北京的夜呀 那么冷那么长 冷得像能冻结一切 长得就像永远不会天亮一样 总是有不同的人来 一开始还有好人 你是萧将军家的小娘子 可怜啊 萧将军是个英雄 放心 我不碰你 后来全都变成了一个德行 小如意既然都已经来了 那就别断着了 放心 哥哥会对你好的 从一开始的拼死 挣扎到后来的淡漠木然 我终于成了最不堪的样子 至少 萧和欢是干净的 绝望的时候 我盯着北京高远的月亮 这样想 正当我以为我会死的时候 有人从我身上 拎起不知疲倦的军汉 用披风将衣不蔽体的我裹住 孟慈青 父亲昔日手下的小将 如今北京的戍边将军 救了我 我成了他亲典的军臂 我比优娘幸运 没有在素不相识的男人身下 生生被折磨致死 月华如蟹 有人站在门口 遮住了光亮 别哭了 萧如意 没什么大不了的 明日你搬去仲华宫 镇封你为昭义 或许说我哭得实在悲痛 又或许是想起姨娘那句造福一二 李晨霄去而复返 终于对我有所动拢 他蹲下身 抬起手 似乎想为我示泪 犹豫再三 最终错过我的面庞 只是落在我肩头 我成了李晨霄纳入后宫的第一人 他似乎对我很失宠爱 仲华宫成了名副其实的肖金窟 店内铺满了羊毛软毯 赤着脚就能踩在上面 银丝碳一笼一笼的烧爪 烧得窗外的血一沾上窗纸 就化成水珠 仅仅因为李晨霄喜欢我穿着单薄的青纱 露出小衣 像玩物一样等待他的灵性 到底是军营来的 一派低贱作风 谁敢信他是宋姑娘的嫡姐 宋姑娘那样清高一个人 怎么偏偏有这么一个姐姐 不置入网门 依旧在他身边 乖讯地摆出他喜欢的姿势 说得好 再说大声点 李晨霄不是在说反话 他是认真的 哪个工人的话语能让我有反应 他就赏银百两 很可惜 我并不在意 在军营里都过来了 现在不过是让人说两句 难道我还会寻死命活吗 我早就不是世家闺秀了 更不是什么贞洁猎女 大约是见我没反应 李晨霄觉得无趣 他遣散了工人 结束了这场游戏 他扣住我的下颌 重重吻了上来 他的嘴唇很软 带有好闻的檀香 我忍不住闭上眼睛 下颌手指猛然收紧 我听到他震怒的声音 不准闭眼 看着我 我如梦初醒 他的眼里燃着火焰 明日陪震用午膳 他说 我知道 他又把我当成萧和欢了 倒是没想到 会看到宋和欢 宋和欢看到我 柳梅倒树 一脸敌意 陛下话阿姐来做什么 他是震的妃嫔 陪震用午膳是应当的 李晨霄只管为宋和欢布菜 没有抬眼看我 陛下用阿姐气我也没用 我说过 只有萧家成员招雪 我才愿嫁给陛下 宋和欢从我身上收回目光 有恃无恐的对李晨霄说 我早该知道 李晨霄不会无缘无故的对我好 他只是想利用我 引起心上人的注意 可笑 我难堪的站在一边 成了他二人彰显恩爱的工具 陛下 私膳房奉上一品樱桃毕罗 小太监盛上糕点 李晨霄直接将糕点 放在宋和欢面前 吃吧 你小时候最爱的 明明自己喜欢吃 偏偏要说是给我偷的 李晨霄宠溺的 为宋和欢隆起散落的发丝 宋和欢并不领情 推开他的手 陛下 人是会变的 我现在 最不喜欢吃甜的 李晨霄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不知所措 咕 我的肚子不合时宜的响了 直到现在 我什么都没吃 李晨霄终于被我吸引了注意力 赏给了我一个眼神 面露鄙夷 那就赏给萧昭仪 谢陛下赏赐 我内心酸涩 面上不起波澜的 结果樱桃毕罗 跪下弦 宋和欢不要的 我欣然接受 我与他姐妹同心 自当不分彼此 看来 这就是我今日的午膳了 我漠然的嘴里塞樱桃毕罗 胃同嚼辣 私膳房厨艺不佳 甜蜜的樱桃肉 竟然泛起苦涩 我站在他们不远处 用完了午膳 李晨霄像动猫斗狗一样 闲适的撑着头 饶有兴致的看着我吃完了樱桃毕罗 方才称有政务要处理 扬长而去 落大的宫殿 只剩我和宋和欢两个人 宋和欢从座位上起身 轻衣连步 优雅地走到我面前 只高气昂地说 萧如意 你只是我的替身 你知道吗 等到父亲沉原昭雪 我恢复身份 后宫便再无你的立足之地 胡伦咽下的樱桃毕罗 在我胃里翻涌 叫嚣着要吐出来 血脉相连的姐妹 视我为毕生之敌 我看着她 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周身的血液冷却 不寒而栗 你要恢复哪个身份 萧如意 还是萧和欢 我冷冷地盯着她 从牙缝里挤那个久违的称呼 阿姐 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 出生时 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如意 那就在天上一个荷欢 一个世世如意 一个岁岁荷欢 阿姐倒是应了她的名字 自小时父亲大娘子的掌上明珠 就连后来家里落败 都有一娘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来救她 阿娘说她的命是大娘子给的 她受了大娘子恩惠 她要保护大娘子唯一的血脉 于是 她把她的亲生女儿推给了官兵 带着大娘子的女儿 离开了萧府 11岁的 我丢了半条命走到北京 又在北京丢了全部的自己 最难挨的时候 我忍不住想 小七以前是不是也过的这样的日子 吃的是剩菜馊饭 穿的是破不烂衣 任谁都能忽来和去 每天死了都不会有人在意 好在我遇到了孟慈欣 我在北京活了下来 小七也一定能在冷宫活下来 后来心地登基 我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我的小七真的走出了冷宫 她来接我了 我一眼就认出了最高位上的她 可是她的怀里却搂着我的阿姐 萧如意 狼情惬意 一对必人 我的小七 她怎么能认不出我 萧如意泪眼婆娑 她说开口称呼我阿姐 阿姐 听我这么唤她 宋和欢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片刻后又恢复如常 她读我不会说出真相 自然是萧和欢 我萧家冤情未平 又怎会再犯欺君之罪 她面露得意 话里有话 自以为拿捏住了我的痛处 她不知道的是 这一事本就只是我的任务 孟慈欣回京树职 宫中设宴款待 我盛装打扮 发病上挽着李晨肖刺的朱簪 我与宋和欢一左一右 坐在李晨肖两侧 就连宋姨娘也被接到宫中 坐在下手 孟慈欣劳苦功高 自父亲以后 他又是另一个 并匈奴闻风丧胆的戍边将军 兵法谋略 甚至更胜于父亲 宋姨娘却对孟慈欣怒目而逝 许久未见 娘娘可还安好 孟慈欣端着酒杯 一个一个静下来 轮到我时 多了一句问候 我回想起北京她给予的温暖 展露笑颜 谢将军关怀 本宫一切都好 李晨肖眯起眼睛 目光像苍蝇一样锐利 不停地在我和孟慈欣之间打转 怎么 难道孟将军曾是肖昭仪的救时 话音落在最后两个字上 无端让人胆战心惊 不知如何作答 李晨肖喜怒无常 而孟慈欣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不想让他承受未知的风险 于是我抢在他面前开口 道 禀地下 在北境 孟将军曾经救过臣妾的命 娘娘严重了 举手之劳 孟慈欣拱手 十分谦卑 李晨肖沉默将杯中酒饮而尽 然后重重地将杯斩置于岸上 一时间 宴席上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摒弃不语 准备承受即将到来的雷霆君恩 谁知 李晨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肖昭仪今日倒是箭谈 全然不似往日 沉默寡言 他在吃醋 有戏 系统像中了大彩一样 惊喜万分 吓我一跳 我没有接话 我知道 这只是帝王的战友欲作祟 远远还没到他爱上我的时候 席上宫愁交错 君臣把酒言欢 仿佛刚刚的剑拔弩张 只是一场错觉 我借过离席 片刻后 果然孟慈欣跟了上来 陛下带你好吗 孟慈欣看着我 眸中似有波涛翻涌 浓长的眼睫遮住眼睛 偏偏让人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 陛下带我 很好 我没有撒谎 吃的用的 都是上贡的佳品 数百年方长成一颗的胶珠 李晨肖给我镶了做簪子带 寸不抖筋的烟霞纱 他给我裁了缝制新衣 只是 这些都是宋和欢不要的东西 爱欢不喜这些俗物 便赐给你吧 自然了 其要高捷的宋和欢 是看不上这些金银堆砌的俗物的 那陛下 可曾 嫌弃你的过去 孟慈欣斟着此句 终于横下心开口 不曾 李晨肖夜夜恨不能醉死在我身上 哪里有嫌弃的样子 至于折辱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孟慈欣竟然握住我的手 面色阴沉 孟慈欣正对上他的目光 话音深情交 柔 将军不必自责 将军做的 比任何人都多 墙角有人影一闪而过 于而成功上钩 没想到 回席的时候 宋姨娘母女竟将我拦在廊下 何欢 你怎么能认敌为友 面门之仇 难道你都忘了吗 宋姨娘在她的好女儿搀扶下 前来兴师问罪 不乏颤抖 而又坚定 我睁着无辜的眼睛 迷茫不解地问 姨娘在说什么 本宫是萧如意 我抬头 长舒一口气 彻底与过去诀别 而孟慈欣 是萧如意的救命恩人 宋姨娘怒急 重重垂击胸口 家门不信 你啪 话音未落 以及耳光打在我脸上 脸上的痛贯彻全身 痛得我心口收紧 几乎窒息 柔若无依的宋何欢 打出这样的力道 到底是有多恨我呀 我为了他们母女 赔上全部人生 到头来 只得到家门不信四个字 和一个耳光 我一早就知道 孟慈欣是杀父仇人 他是父亲手下的小将 父亲不退 他坐不到那个位置 人人都能说我认敌为友 我捂着脸 笑得欺然 一字一句 杀人诛心 唯独你们 没有资格 回到席上 李晨潇已经传唤歌舞 看到我 他眼眸暗沉 声音低雅 萧昭仪可算是舍得回来了 目光一转 又落在早已入席的孟慈欣身上 轻挑的开口 既是故人叙旧 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昭仪 你去给孟将军献上一舞 殿下窃窃私语 众人脸色很不好看 事后的工人 早就对李晨潇 对我的哲乳戏意为常 只有第一次参加公宴的人 不敢相信 一个朝仪竟被当作舞姬取乐 我更是从孟慈欣诧异的目光中 读出了他的疑惑 你不是说 陛下带你很好吗 舞姬们面面相去 而后 恭敬地退下 为我腾出舞台 我提着裙摆 步入宫殿中央 衣袖似水 我不知疲倦地旋转着 家山北望 落泪沾金 北境争人舞 唤起了青年将军心中难得的温情 他投向我的目光柔情阴晕 仿佛在追忆着什么 我拔下发簪 如铺的长发散下 对着孟慈欣 刺去 孟慈欣只受了轻伤 我却被押入大理寺 一个是皇上唯一的昭仪 一个是万人敬仰的戍边将军 大理寺不敢不重视 惊世骇俗的行刺事件 竟牵扯出六年前的萧氏旧案 北境长城的少年 九木萧峰安大明 在尸山血海中冲锋陷阵 终于引起了主将的注意 成为他麾下最意气风发的赢家小将 北境大乱 主将爱惜兵族 一再拉长战线 以求用最小的牺牲击退敌扣 北境战火连天 百姓苦不堪言 小将想 若是他接手萧家军 必定能在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乱 还边境百姓太平 只要 优柔寡断的主将退位让险 可怕的想法 慢慢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他伪造了通敌书 终日数位北境 为自己的罪行忏悔 成为令匈奴闻风丧胆的火炎旺 他一个军营一个军营地打听 终于在一个猥琐肮脏的君汉身下 就下了叛将的血脉 我的杀父仇人 亦是我的救命恩人 李承骁你只为肖家平反的那天 我被接出了大理寺 我坐在屏风后面 沉着身子 焦急地听李承骁对孟慈清的审问 孟慈清跪在殿上 挺直几倍 毫无愧色 身居高位 无能就是最大的失职 那不是肖家的肖家君 那是天下人供养的肖家君 肖凤安只顾西藏下将士性命 又何曾顾西过北境百姓 用他肖家几十口人的性命 换北境早一年的太平 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 孟慈清仰天狂笑 眼神里流露出癫狂 笑着笑着 他竟落下泪来 眼神放空 不知看向哪里 可是我对不起如意 我像是被抽去全部的力气 顺时贪软 靠坐回椅背上 不知何时 我也泪流满面 我是该恨他的 可我恨不起来 肖家给我钱半生的无忧 孟慈清抑惑了我后半生的平安 系统 可悲可叹 好一出国仇家恨的爱情故事 该攻略的没成功 不该攻略的倒是对你情根深重 我 你好吵 吵得我头疼 吵得我心里空了一块 系统 好吧 我马上下线 在最后提醒你一句 肖家平反 意味着你姐姐能当皇后 意味着我攻略失败 孟慈清没有被刺死 他被剥夺官职 永树极边 终身守着他在意的边境太平 肖和欢恢复身份 封后在即 和宋姨娘一起住回了旧府 等待出嫁 我却越来越忙 李晨肖夜夜都来 这一夜 李晨肖对我不像以前一样粗暴 甚至让我有了温存的错觉 结束后 他没有走 也没有传唤汤药 在我身边睡去 他在梦里急切地叫着阿欢 眉头紧皱 双手无意识地将我死死禁锢 我在他的怀里不得动弹 睁个眼睛等到天亮 事后的工人们走动 发出些微声响 李晨肖睫毛颤动 尚未行转 但好歹松开了手 翻过身去 我得以离开他的怀抱 下床松动身体 雕花衣架上挂着他的衣衫 腰带上坠着一个香囊 香囊上绣着鸳鸯 针脚拙裂 做工粗糙 还真是像野鸡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 还未碰到香囊 就被人从后面握住手腕 肖如意 震的东西 也是你能碰的 我躬身行礼 告罪认错 臣妾之罪 没有等到预想的震怒 开玩笑呢 这么认真 他竟勾起唇角 轻轻捏了一下我的下巴 富儿眯起眼睛 笑着对我说 你也给我绣一个香囊吧 如意 他第一次这样叫我 可我却来不及给他绣香囊 萧和欢第六次差人来禀 宋姨娘很不好吗 他说想见我 我见实在拖不过去 只能出宫 前往萧氏旧府 府里早就不是六年前的样子 陈旧破败 满目疮痍 宋姨娘这些年 全凭一口气吊着 萧家重获清白 他的精气神也就散了 即将游进灯库 床上躺着的妇人 双目浑浊 行如稿木 他手里死死攥着一件老旧的铜衣 女童的样式 我最喜爱的天水闭塞 他看到我来了 颤颤巍巍的起身 艰难开口 何欢 你 你终于来看阿娘了 姨娘糊涂了 我是萧府大小姐 萧如意 她粗重的喘气 十分激动 你还在怪阿娘是不是 可是阿娘也是不得已啊 夫人待我恩仲如山 我不得不 我十分不耐烦地打断她 你欠下的恩情 便要我来偿还吗 我向她走近 坐在床沿 俯下身 盯着她的眼睛 北京的冬天有多冷你知道吗 那些长久不沾女人的君汉 是怎么折磨人的 你知道吗 幽娘 到北京的第二年 就死在了一个满脸胡子的君汉身下 孟慈青对不起我萧家满门 独独没有对不起我 仅仅因为她救了我的性命 你的宝贝大小姐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难道非要我像幽娘一样 死在北京 才对得起萧氏吗 姨娘 你对得起所有人 唯独对不起你的女儿 你就不肯原谅阿娘吗 眼泪从她浑浊的眼中落下 她突然想起什么 抚平手里衣服的褶皱 讨好般地捧到我面前 何欢 你看 这是阿娘为你12岁生辰准备的 阿娘一直念着你 你 你在唤我一声阿娘 好不好 我伸手探向那件天水壁的铜衣 眼看着她眼中一点点燃起光亮 我轻轻抹撒那件衣服 上好的绸缎 纯洁干净的颜色 真是可惜了 我一把推开她手里的铜衣 冷漠的开口 12岁没用到的 如今更是用不到了 姨娘自己收好吧 我决绝地起身 离去 走到门口时 听得身后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 我的女儿 我脚不顿了顿 眼睛一酸 仰起头 没有停留 宋姨娘死了 礼部有人上奏 宋氏是萧和欢生母 应当守校 递后婚礼延期三年 我亲耳听见萧和欢 对着李晨潇说 我朝礼法只认嫡母 且阿娘最大的心愿 就是我能获得幸福 陛下 以我婚事不必延期 我在店内冷笑 心中不禁感叹 阿娘 这就是你舍弃 亲生女儿换来的好女儿 你甚至都不值得她 为你守校三年 递后大婚前夕 李晨潇来到我宫里 如意 明日朕就要娶阿欢了 她俯过我的病发 温柔地对我说 以往她总是匆匆灵性 一夜大半的时间 是在发泄欲望 从未像今天这样 对我敞开心扉 可是 郑总觉得 她和以前不一样了 自从在民间 把她巡回以来 她从来没有像以前一样 换过阵 如意 有的时候 郑甚至觉得你 她没有说完 自嘲般地摇了摇头 沈笑 怎么可能 快告诉她 你就是阿欢啊 明天她就要娶别人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系统上蹿下跳 恨不能替我说话 我没有理睬 而是抱住李晨潇 像从前抱住小七一样 陛下 人是会变得 变得忘记致爱 这一夜 李晨潇深深占有我 与我敌死缠绵 我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那么她呢 她又是为了什么 晨光威夕的时候 李晨潇从我身边坐起 她看着我 眼中满是温情 在我并肩印下一吻 如意 正想清楚了 从前的阵都不去计较 以后你会是宫里 仅次于阿欢的贵妃 谢陛下 我笑得七处 我亲自伺候她起身 伺候她换上婚服 伺候她去迎娶另一个女人 外头钟鸣升起 锣鼓喧天 我的阿姐即将取代我 嫁给我最爱的男人 我感觉到身体里的力量 在一点点流失 系统惋惜地说 这样值得吗 我 没什么值不值得的 萧和欢这一生 原本就不被任何人期待 我传唤宫女奉上笔墨 研磨 皮笔 墨色在纸上阴晕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地写下 小七 我这样换你 你认出我了吗 笨蛋小七 怎么连我和阿姐两个人都分不清啊 官兵来抄家的时候我很怕 宣纸的公共说 父亲通敌 家中所有成年男子斩首 女子则被冲作军纪 然圣上开恩 对十二岁以下的网开一面 我还没反应过来圣纸的意思 阿娘就一把将我推给了官兵 阿娘说 我是十二岁的萧家嫡女 萧如意 官兵把我押送走的时候 我回过头 去见阿娘牵着阿姐 离开了萧府 去北京的路可真长 才走到城外 大娘子就死在了路上 一个月后 又死掉了大半的人 等最后 走到冰封的土地上时 就只剩下了我和父亲父将的女儿 幽娘 我很害怕 我好想阿娘 可不管我哭得再大声 都没有人来救我 大我几岁的幽娘说 别哭 留着体力到晚上 到了晚上 我才明白 她的话是这个意思 北京真的很冷 冷得我浑身麻木 感觉不到痛楚 冷宫也是这么冷吗 如果我早知道 被冻的滋味这么不好受 那我一定给你带凹子 可惜 没机会了 幽娘是生生在我眼前 被折磨死的 她一死我反倒没这么怕了 很快就要轮到我了吧 我眼前一黑 一件披风兜头盖脸的落下 孟将军救了我 月光下 她像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小七你说 那时你饿得要昏过去 我把樱桃毕罗递给你的时候 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也像这样高大为安 我再也不要吃樱桃毕罗了 那天你和阿姐用膳 看着我取笑 我塞下一整碟樱桃毕罗时 我就发现 这糕点也没那么好吃 委屈你的小七 那时候总是吃樱桃毕罗 孟将军回来了 我是故意和他举止亲密的 我知道你会发现 你会让我陷舞 你想凌辱的不是我 是阿姐 对不对 毕竟那时候阿姐也打骂过你 可是小七 这样总是放不下过去不好 要向前看 我不恨孟将军 我在北京的时候 亲眼看着他和将士同吃同睡 亲眼看着匈奴大军 在他的作战下 溃退如蝼蚁 可是我不得不刺杀他 只有当着你的面发生刺杀 大理寺才会重视 父亲通敌的旧案 才有可能被翻出来重审 好在父亲被平反了 孟将军也没死 父亲平反 阿姐恢复了肖家女的身份 你可以娶阿姐为后了 但其实你对我也有一点感情了 是吧 不然 你为什么也要让我绣香囊 可惜 我再也没办法送香囊给你了 原先那个 你将就着用吧 再见了 小七 周深的力气 随着最后一个字的落笔 彻底耗尽 眼前一道白光闪过 下一秒 我看到了躺在地上自己 任务失败 我的意识强行剥离了宿主 我倒下后 小宫女急匆匆的去回禀 有什么用呢 堂堂君王之尊 怎么会在大婚典礼上 放下两心相许的皇后 来看一个从未在意过的昭仪 出乎我预料的是 李晨骁出现了 她焦急地赶来 大婚佩戴的十二流冠冕凌乱的晃动 一脸不安 嘴唇颤抖 萧昭仪 这是怎么了 小宫女战战兢兢 心一横 梗着脖子把话说了出来 禀陛下 萧昭仪写了一封信 然后 然后就倒下了 她顺着小宫女指的方向看去 小心翼翼地拿起信 她的脸色陡然生变 越来越苍白 最后竟毫无血色 像是陷落在无尽炼狱一般 双眸空洞 她不敢相信 绝望的男男 不 而后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 死死抱住 未经冰凉的身体 失魂落魄 明明只差一点点 朕就认出你了 你不准死 她将头埋进我的颈尖 虔诚地忏悔 哭得一如当年那个十三岁的少年 她终于知道了 知道她费尽心思 侮辱折磨的那个人 才是她本该真实的白月光 可是 再也来不及了 我 已经死了 全输完